今天我们聊一下延时摄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愿爱摄影线上的朋友们肯定知道什么是延时摄影了 我相信在绝大部分这是最无聊 不对,这是最耗时的一种摄影手法 很多人以为延时摄影是非常简单的工作 不就是把相机放在某一个地方 过几分钟过几个小时或者过几天之后回来 就可以得到一段非常高大上的延时摄影了 其实我并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我个人觉得延时摄影是真的非常难拍好的摄影表现形式 大部分人都是拍摄照片 然后通过这个Nightroom和LRTimeless等软件对素材进行调色去闪 再通过视频软件剪辑来把它变成一段可用的延时摄影 这样一段几秒钟的视频素材 可能需要耗费拍摄者几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进行拍摄处理去剪辑 所以延时摄影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前段时间洋葱工厂寄给我一款热狗二代电控跟胶滑轨 让我做了一个测评 所以这一期我想要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延时摄影的一些看法 也顺便测评一下这一款滑轨 我看到很多Vlog和视频里的延时摄影都是固定极为拍摄的 这样的延时摄影除非拥有非常震撼的景色或者建筑 否则一般都会比较无聊 我们拍摄延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一些运动的物体来体现时间的流逝 还可以用它来拍摄一些我们右眼看不到的运动轨迹 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完美的延时摄影应该是画面在动 相机也在动 那如果没有钱 那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后期添加关键针对画面进行裁切 让整个画面动起来 那缺点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损失一些分辨率 但是只要愿意我们花一点点钱买一些配件来辅助拍摄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相机动起来了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国产的品牌的产品已经可以做到了 而且价格相对的便宜 例如这个羊兄工厂的热狗二代电控滑轨 我们可以直接把相机和云台安装上去 通过这个拨杆调整我们想要的运动轨迹 然后通过APP进行控制 那这样子就可以轻松实现来回滑动和爽转的延时了 会让整个延时视频看上去有意思一点 用电控滑轨的好处就是可以比较平滑的拍一些移动的画面 还可以通过APP和快门线控制相机进行拍摄 最重要的是通过滑轨配合云台的运动 我们可以让整个画面有更大的冲击力 特别是当我们拍摄延时摄影的时候 可以利用前景的物体来让画面造成视差 让整个延时摄影更加的有意思 为了简化整个延时摄影的拍摄流程 这期视频里面出现了所有的延时摄影 我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延时拍摄手法 通过拍摄无耳照片然后后期整合在一起 主要是我实在是太忙了 其实是我比较难 而是通过相机的内置延时摄影功能 它可以把我们拍摄照片自动合成一个4K的延时视频 拍摄完毕之后直接可以拿到一个MOV格式的视频文件 现在也越来越多相机拥有这个功能了 它的好处是方便快捷 还可以让整个画面的光线平滑过渡 这样子非常适合我们对后期要求不高的时候使用 总体来说这个洋葱工程的滑轨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四种不同的长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爽折 我们可以通过电池或充电宝对它进行供电 也不需要担心这个续航的问题 App和之前的巧克力滑轨是一样的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个人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控制滑轨速度来精确知道 到底行走A点和B点的具体时长是多久 这一点我希望他们可以以后做出升级调整 而用它来拍摄这个常数的视频 特别是产品视频我个人觉得相对的简单易用 只是噪音有点大 不过一般这种镜头我们可能也并不需要进行收音 所以问题也不大 如果我们经常需要拍摄延时或者我们是单兵作战的视频工作者 而且又想用比较低的价格去购买一款电控滑轨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款产品总体来说还是值得购入的 其实这个滑轨还有很多创意的玩法 让我们慢慢的开发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如果喜欢我这期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转发留言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